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非常热卖花色好看 睡起来又非常舒服的天丝床组团购又来了 4次呢直接帮大家在线上试床组 所以我们选了11款非常好看的独家花色版型款式 跟很舒服的夏季两倍 那直接就可以从影片中带你们逛 让大家看到床组实际装上去的样子之外呢 我也会分享我每一款的心得 还有我觉得它适合的房间装潢风格或是情境 那这一次波尼寝具的天丝床组 除了是60支的天丝以外呢 还添加了胶原蛋白 而且他们非常的骄傲的是他们的胶原蛋白添加量 是目前业界最高的 也有通过SGS的认证 如果有添加胶原蛋白啊 其实它的被子的保湿程度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像你很容易过敏 或是小朋友的肌肤比较嫩的话 睡有添加胶原蛋白天丝会更舒服一点 它也比较透气跟吸湿排害 然后也可以防满 这组白色的床组呢 是我觉得所有床组里面最有饭店感的 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饭店那种洁白的床组 可是其实如果自己在家里是整组全白的话 我自己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像饭店 会有一点点像病房的感觉 可是它的这个系列呢 它就是有一个铁灰色配上这个天丝 有丝缎感的白色 但又带有光泽 而且完全不调性别年纪或是任何的妆潢风格 基本上它就是最最最百搭的颜色 也是我觉得这次相对会非常热卖 它就是超级经典色 因为它真的就简单乃看 然后呢 博尼寝具的每一组 它的床组其实都跟市面上 一般你看到的天丝床包 有点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尽管有些花色是一样的 它也有自己独家打扮的版型 它不是传统那种无聊基本的枕头套 有这个收边你就会让枕头看起来比较有份量感 然后连被子的收边也都会比较细致 它每一件被子都是两用被子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厚度的 春夏秋天你都可以直接单盖它的被子 那冬天我觉得冷你就再多加一件羽绒被台 我就觉得非常的够用了 而且我觉得天丝的床主夏天非常的凉 冬天又意外的蛮暴暖的 如果你觉得夏天还不够凉的话呢 它没有超好用的凉被 这六款是去年团购的时候就已经卖得非常好的凉被 那它今年还有改款 就是这个新版本的 它有分铁灰色 还有这个灰蓝色 里面就有玉石的成分 所以它添加的玉石会让被子比传统凉感的被子来的更凉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素色的版本 你就很可以买新的颜色 那新的颜色我觉得也比较中性跟比较帅气 所以像如果是去露营 超级适合带凉被 因为夏天你真的会很热 然后里面也不可能有冷气 而且它这个真的非常的凉非常的轻浮 就你真的一抱起来 你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电风扇的感觉 不管是放在客厅或是房间都超好用的 这组茶庆是我们自己家用的床包 然后我觉得它超级可爱的 因为它就是绿色 然后很适合夏天的感觉 而且它的花色也不是那种太过乡村的花 它就是很多不同的小叶子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清新的感觉 但又不想要太乡村田园的话 这款就真的超级可爱 我自己觉得这款在第一次用的时候 纸浆感会比较明显 那你可以先下水洗一次之后会软 跟其他几个天色床主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花色 它第一次睡的时候不是最丝滑的 它可能要洗过一两次之后 它会是最舒服的 所以如果你有买这组的话可以试试看 先下水或先用这去运动 把它跑过一次之后 睡起来就不会有那种粗粗硬硬的感觉了 这套韩幕呢 它配的是比较沉稳的灰银色 然后上面呢却是可爱的小花花 而且它是手绘感的小花花 这个花草跟刚刚的那个茶青的呈现方式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是比较多手绘 很像是蜡笔线条感的花草 所以我觉得这个又更女生一点 可是它又不会到太过少女 因为它是用灰色的 所以就算你的主卧房不想要太过梦幻少女 但是你又想要有花花元素的话 这个就是很好的选择 这款乐园狂欢呢就是甜美可爱的感觉 因为你看它上面就除了有小花朵啊 然后还有小马 然后都是这种很暈染梦幻浪漫的花色 那我觉得这个橘色啊在这种浅色系的空间 看起来就特别的有朝气 所以这个不只适合就是甜美可爱的女生 或者是我觉得小朋友也很适合 这组真的很可爱 然后又很热情洋溢 这一组波西米亚虽然是很民俗风的图腾 但是我觉得它配这个深蓝色的设计 就不会让整体看起来太花俏可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男生的房间 不管是小男孩或甚至到成熟的男生 都很适合做这一组床组 因为它真的超级的好看 而且如果你不喜欢它的图腾这么的多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翻过来 然后你平常如果有点反折 这样子也超级好看 然后它的枕头的花纹也都是同一组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太花俏 你其实也可以把它换另外一面 它都是信封的枕套 那信封枕套就不会有拉链压到自己的脸的问题 你看这样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感觉 然后如果把它换过来 就会变成比较青春洋溢的感觉 我觉得这组也真的超美的 这一组熊熊超乎我意料的可爱 因为它是奶茶色的 所以呢就算它是很可爱的这个泰迪熊 它也不会让你觉得过度的幼稚 它就是跟少女心爆发不心超级的萌 可是它的熊分布得很散 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花色很多很急很乱 所以一样如果你觉得太花俏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翻面过来 就会是金棕色的这个奶茶的感觉 而且是混有很多奶油的奶茶 很搭这种很白很干净的韩系风格 它应该算是这一系列所有花色里面的黑马 因为我当时是把这个排名排在最后面 可是我看到它之后 我真的觉得它是太可爱了 然后一样也是玻尼他们的独家花色跟版型 所以如果你喜欢熊熊的话 这款超级可以选 那这个福克斯呢 它就是虽然远看你会觉得是一个铁灰色 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小细节 它有一些几何的图形 这个真的就是非常适合男生使用 或者是如果你是喜欢黑白灰的女生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用在比较低调高级的空间 而且它也不会像是传统宿舍的那种天使床主 看起来这么的好像有点太过高级高棍 这个就是有点年轻的感觉 可是它还是非常有质感 所以一样你可以把它翻过来之后呢 它就是非常有光泽的铁灰色 枕头的部分也一样 其实有几何图形的这一面 视觉看起来是有一种雾雾的感觉 纯色的这一面则是有一点珠光感 所以它其实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你看起来这个床主不会显得 颜色都是铁灰色很平 它反而是蛮立体的感觉 这组佛兰卡是我觉得所有里面 最最最最高级感的一组 它真的超级的漂亮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组这个佛兰卡 因为我觉得这个金棕色真的是太美了 它这个系列特色就是它有这个立体的白边 而且它这个白色滚边不是秀上去的 它是一层一层 非常有立体感 层层叠叠叠上去的 所以不管是枕头套的包边 或者是被子的边缘 都非常的有层次 那它看起来也是很俐落 不会有老气或俗气感的 同样的它还有一个是粉红色的版本 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浪漫一点的 你就可以选粉红色 可是如果你喜欢是奢华感的话 金棕色真的很好看 也是完全不会看腻的款式 这款一定要买 这一款漫漫呢 就是彻彻底底浪漫的粉红色了 虽然它是粉红色 它还是有拼接一个银灰色的这个状色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太过甜腻 那我觉得粉红配灰也是非常的百搭 它们家的这个拉链的包边 我都觉得包得非常好 它的拉链也都会夹得非常的好 所以平常不会有拉链的编出来 所以如果你喜欢粉红色床组 又不希望另一半觉得怎么整间房子都是粉红色 好像有点太少女了 我觉得这一组有配一点灰色的感觉 就很能提升空间的质感 那因为它这一组就不像刚刚的那样 有特别的收边或是蕾丝的花边 就是还蛮年轻的 我觉得也是很可爱的选择 最后的这一款夏日记忆 是我自己觉得很适合 买给家中长辈的一款 因为它非常的有气质 它也是纯白的床组 可是它在纯白中有一些小细节 这边有紫色刺绣小花 而且它的床包跟枕头的边边 这边都是镂空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小巧思 我觉得这一组唯一的小缺点 其实就是这个小镂空 它的枕头就是非常素的纯白枕头 因为它的天丝本来就很细 所以加上这个镂空 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边边 相对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 就看你介不介意 但我觉得以这种纯白的床组 再加上这种蕾丝刺绣来说 它算做得非常的高雅 也完全不会俗气 然后它的这个花的绣啊 都绣得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你摸也不会有那种 粗粗硬硬的感觉 如果你是很喜欢这种很典雅气质的 这个是一个很素雅的选择 以上就是这一次玻璃请聚的天丝床组团购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线上购物的感觉 那我会把这次团购的资讯 都放在底下的描述栏 我们一年都只会开一次团 真的可以一次多买个两三组起来 这个不管是送给朋友 当新加入错礼 或是结婚礼物 真的都超级的实用又用心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下次见 拜拜